这是一个黑曲曲的深坑 里面住着关于人性的怪物 每一个被推进去的人 都是小男孩内心的执念 父母打算出差 于是找来一个保姆照顾孩子 临走前说了一些关于儿子的事 我的儿子有点另类 饲养了一对牛蛙 平时最喜欢对着泰迪熊自言自语 但是它是一个害羞的宝贝 希望你们可以相处的愉快 临走前的会餐上 儿子非常认可这个保姆 于是打算捉弄它 希望可以引起它的注意 吉格斯故意把餐巾纸丢在地上 然后钻进桌底淘气 老父亲一把给它扯了出来 这让吉格斯立马老实了起来 父母走后 吉格斯和玛丽亚聊得热火朝天 当他知道保姆已经有了男友 突然闷闷不乐地跑进了房间里 和自己的小熊开始了诉苦 家里来了一个可爱又漂亮的保姆 但是他已经有男友了 我也希望有个女朋友 可怜我是个单身狗 当晚的玛丽亚送来了一杯热牛奶 并嘱托她早点休息 淘气的吉格斯表面上顺从着 转身就跑出去偷偷观察玛丽亚 此时的玛丽亚正在和男友 深情地抱着电话中 吉格斯气得要死了 这波强行狗粮真是让我泪流满面 说罢又抱起了旁边的泰迪熊 诉苦自己的不满和痛苦 次日醒来的玛丽亚 发现床头端坐的吉格斯 着实是吓了一跳 于是询问她 怎么不出去找朋友们玩耍呢 吉格斯却岔开了话题 说出了一个藏在内心的秘密 附近的一片森林里有个深坑 里面有很多奇形怪状的怪物 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 玛丽亚对此并不相信 纯当是孩子的玩笑话 这让吉格斯很没面子 于是她立马跑去了那个大坑边 对着坑里的怪物们就是一顿吐槽 坑里的怪物们发出了听不懂的声音 似乎是在回应着吉格斯的诉苦 原来她和这群怪物早就是好朋友了 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跑到这个坑边 向这群怪物们诉说着自己的痛苦 次日玛丽亚带着吉格斯 一起观看男友的橄榄球比赛 看着玛丽亚为着男友加油打气的样子 她是一肚子的不乐意 就在比赛结束后 玛丽亚把吉格斯送回了家 就和男友深情地相拥在了一起 吉格斯偷偷地看着 这狗粮还真是天天有处处游 于是她去找隔壁的小女孩一起玩耍 谁知小女孩嘲笑吉格斯的车技垃圾 满脸尴尬的吉格斯感叹着 只有深坑的怪物是自己的朋友 于是她去肉店里买来大块的猪肉 然后把这些新鲜的肉全部丢进了深坑里 坑里的怪物们吃得是津津有味 发出的嘶吼声似乎是对她的感激 心情大好的吉格斯回到了家中 趁着玛丽亚洗澡的时候 她在镜子上写着我爱你 天真的吉格斯试图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着自己对玛丽亚的好感 玛丽亚看后只觉得是孩子的淘气 于是告诫吉格斯不要那么没有礼貌 失望的吉格斯搂着小熊发呆着 次日的吉格斯又在家里找钱买肉给怪物们吃 店内的大叔纳闷着 你昨天不是刚买了一大块肉吗 吉格斯说着 我最近的胃口比较好 搪塞完老板后 她便带着泰迪熊来到了深坑 一边丢扔着食物 一边对着泰迪诉苦 泰迪熊却说 与其在这里怨天尤人 不如行动起来 得不到的就毁灭这句话 立马映射进了吉格斯的脑中 心态爆炸的吉格斯开始了自己的毁灭计划 但凡是嘲讽过自己的人都将被杀掉 于是之前嘲笑她的小女孩 责备她的老人都被推进了深坑里 看着坑里的怪物的嗷叫声 吉格斯甚是满意 她搂着小熊说着 还是你懂我 坑死了这些人后 我很是开心的 但是心里阴暗的吉格斯还是不满足 于是她在一场化妆舞会上 带来了两个朋友 两人真以为吉格斯打算带他们去看什么宝藏 没想到是一个深坑 小男孩一不注意就被吉格斯推了进去 小女孩发现不对立马逃跑 最终还是被吉格斯给抓了回来 一脚踹进了深坑里 做完这一切吉格斯假装无事地回到家中 却不想看到了玛丽亚的男友 吉格斯说着玛丽亚男友的坏话 谁知道迎来了几个巴掌 气急败坏的吉格斯大胆地说出自己最近的所作所为 震惊的玛丽亚根本不幸 于是吉格斯带着她来到了深坑边 直到看到坑里的怪物 玛丽亚才相信了她的话 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 一不小心摔进了坑里 坑里的怪物狠狠地撕扯着玛丽亚 这是吉格斯不想看到的 但是她也无能为力 跪在深坑边上的吉格斯崩溃了 自己竟然害死了自己的女神玛丽亚 但是目以成舟覆水难收 只能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了 接连的人口失踪 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吉格斯 但是她却没露出任何马脚 担心深坑被发现自己的秘密暴露的吉格斯 找来一根绳子扔进了深坑里 希望坑里的怪物可以自己逃出去 免得败露了自己的丑事 虽然怪物被解放了 但是人口失踪的案件接连发生 警察顺着线索终于找到了那个深坑 然后灭杀了所有的怪物 填平了这个可怕的深坑 小镇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出于保护吉格斯的想法 父母把她送去了爷爷家 刚到爷爷家的吉格斯 就被一个小萝莉引到了一个深坑边 正当吉格斯看着深坑喃喃自语着 这个坑怎么跟我之前发现的一模一样呢 小女孩已经绕到了吉格斯的身后 一把推了下去 利用深坑害人的吉格斯 最终死在了自己熟悉的套路中 不得不说这个结尾真是讽刺又一味深长 我今天有提供的 我好啊 都没够了 我太过了